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两件事 如果您想发言 请举起您的名牌 我们会记下您的名字 主席会叫你发言 如果没有名牌 请举手 我也会记下您的名字 此外 请注意 电联正在测试一个项目 邀请代表场外参与 而场外的代表发言是有六种语言的服务 请按照程序发言 同时应注意 那么代表的声音的质量如果不好 有可能对于口语言来说有问题 对口语言来说声音质量必须近乎完美 声音质量可能会突然变差 最终影响口语的发挥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虽然翻译接受过训练并且富有经验 他们仍可能无法进行翻译 远程参会的代表有时可能会被要求重复他的发言 而他的发言也可能有在场的官员 用自己的话复述 谢谢 请您在发言时 先做自我介绍 您的名字 您代表的组织 您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发言 您是以个人身份发言 还是代表组织发言 现在请Cochland大使发言 谢谢大家 女士们 先生们 我是张 我是IGF多方利用官方过位组的主席 热热地欢迎大家参与这一磋商 这也是筹配下一次IGF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下次IGF会议将会在2015年11月在巴西举行 此次会议是在国际电联举行 首先要通过议程 请 IT与无线电局主任朗西先生发言 只欢迎此 她是代表电联 请朗西 谢谢主席 谢谢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同事早上好 很高兴今天代表总干事 欢迎你们来到电联参与 11月的第一天 今年对我们来说 极为繁忙 而互联网治理方面也有很多的会议和倡议 11月 在IT与的全学代表大会上 我们也 审议 审议 审议了就互联网 对于我们来说 无庸置疑的一点是 互联网现在被公认为是全球的一个公众事业 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互联网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功臣 顺举之一 是靠着人类历史上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协作和合作才达成的 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互联网不仅是关于成上几下令人鼓舞的事迹 同样对于社区来说也具有激励作用 今日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确保所有的人 不管他们身处何地 不管他们是否贫穷还是富有 都可以公平安全 并且廉价地获得这一重要的互联网资源 同时娴熟地去使用 我们也必须抓住互联网的优势 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 促进和加快可持续的精涉发展 我深信在加快落实这一竞争方面 我们肩负着道义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应该彼此谅解 找到更好的方式 以创造双赢的伙伴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店链 希望你们今后几天的会议 有分数的成果 谢谢朗西先生的开幕词 以及您热烈的欢迎词 我们非常感谢店链 允许我们在这里召开 围棋三天的会议 在ITU的高层 在全代表大会上进行重组之后 这也是店链的一个非常友好的举动 我们非常期待与店链进一步协作 也注意到 在这一周背过程中 店链也派了很多代表出席 所以也祝贺您的再次当选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进一步讨论前 我先请大家批准 这一磋商的议程 议程已在网上公布 你们有充足的时间 进行审议 我们会分析 14年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成果 以及在筹备15年会议时 应考虑的挑战和困难 也想听听你们对于15年会议的规划和愿景 这是午餐前的内容 下午 主要讨论 与互联网治理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15年会议的各个因素 15年会议将于巴西举行 我们也会听取ITU全球员代表大会的会议成果 WSA标准化大会和合作小组等成果 还有CGI 还有WSA 和Oasis加10的审议筹备 和SNET 倡议等等 这就是今天的讨论内容 明天 将会进入正式的工作模式 观察员也会出席会议 有没有任何问题 能否通过议成 没有人反对 议成就此通过了 议成通过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主席 我现在根据议成的议题 将会发言 简单谈谈 我对会议任务的看法 以及明年会议的观点 首先 祝贺新的MAC成员国 他们是得到美书长的任命 参与多方利益 由官方顾问组的工作 也衷心地感谢 那些如期完成工作任务 在筹备伊斯坦布尔 IGF会议师 做出巨大贡献的 即将离职的MAC成员 今年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正进入 五年循环期的最后一年 IGF的筹备 也会得到 政府间机制的 严格的审议 他们也会回顾 并且讨论 VSIS加10成果的落实 包括IGF将来任务授权的续展 众所周知 联大二位在纽约开会时 墨西哥代表提了一个提案 就是说要来扩展 IGF的授权 将其延期 但是不清楚的是 这个提案是否 能够被接受 现在 谈判将会在纽约 于今天举行 也许明天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来自纽约的消息了 像我们说明最新的情况 无论如何 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决定 二位 他们这个决定都会对我们筹备产生影响 筹备也应该要考虑到 其他组织 以及论坛所讨论的结果和最新的情况 都是和英特网织里有关的 也要考虑他们组织的问题 所有和VCIS加持审议过程有关的讨论 以及呢 2015年联大的这个会议有关的问题 都要得到我们的审议 同时要考虑到国际电联 全球大会的结果 这是今年不久前 在韩国福尔山做举行的一次会议 同时要考虑到其他国际组织 正在开展的这些有关进程 比如说像教科文 这是我所想到的第一个特别的组织 是我们应该要来考虑的 因为呢 在上一次联大上面呢 教科文组织被授予了一个权利 就自由言论表达权 自由获取互联网上的内容来开展工作 那么他们这样的工作 也会对于我们的筹备产生影响 那么 在伊斯坦布尔会议开始前 MAC 的工作得到了改善IGF工作组建议的指导 那么今年呢 也不应该例外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常态 我也希望在这里不要点名 但是呢 我想说这应该是我们在考虑 IGF 2015年的数码工作的时候 唯一要参考的内容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如果要来衡量IGF MAC 工作的有效性的话 这是唯一的一个参考 这样呢 才能够让我们来讨论 是不是扩展IGF的授权 因此 我们一定要紧急这一点 这十分之重要 同时 稍后呢 我也想 说一下 我们在2013年所筹备的一份文件 他呢 分析了一下 到底IGF以及MAC 在落实工作组的建议上面 取得多少的进展 但是呢 这也只是供大家参考而已 尤其是如果你是新的MAC成员的话 可以供你们来参考 也许你们很有兴趣 想要来读一下这一些文件 并且熟悉一下 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最后 我也想提一下 我们也许想要考虑的一个联系 或者潜在的联系 也就是要把IGF 巴西的会议和VSYS加持审议过程联系起来 并且呢 要把2015年12月份的高级会议联系起来 大家也知道 筹备工作的这个模式 就像这种不间工作的筹备模式 就是说 联大的主席必须要磋商其他的利用官方 来讨论一下英特网治理相关的实质问题 当时呢 我们会认为两名习套员将会由联大主席在2015年6月份认命 在认命之后 可能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过程的时间安排 以及提供怎么样来开展政府间之间的谈判 以此呢 来筹备12月份纽约执行的这一个高级会 将是联大上举行的一次会议 我们的IGF会议将会于 11月10号至13号之间举行 那等他们这个政府间谈判的时间表起草好之后 也应该呢 可以供我们来参考了 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 不是要在IGF上来讨论 而是要在IGF的编绘上面来讨论 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些磋商的过程 是和其他的利用官方之前来进行的 专门组建一个谈判小组 讨论一下这个12月份会议的文件中的实质问题 同样的我呢 只是给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 供大家来审议考虑 是不是能够呢这么来做 供大家来思考 但是呢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优势 能够让我们和其他的利用官方来进行接洽 而且呢 这将会在2015年的下旬进行 因此我们现在面前有很多的工作 是今天要做的 而星期二星期三也是如此 那也许我会再多谈一下 我们对于MAC会议的期待 是明天早上也将会举行的这次会议 现在呢 我想邀请 我们非常地荣幸 参加MAC会议的开放作商 来讨论下一次IGF的筹备工作 代表IGF2014年会议的主席 特弗尔吉尔博士 我很高兴一下 再来介绍一下主席的报告 我们都知道 第九次IGF 于今年9月2号至5号之间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有3500位的这个与会者 包括在场的与会者和远程与会者 来自140个国家 那么2014年IGF可以看到 是最多的这个IGF的参会的人数 在会前准备会议上面 可能大家也举行过了 土耳其呢 组织了一次高级别的领导人 会说明了怎么样来进行 能力建设实现进行发展 有33个高级别的发言者 包括副部长 部长 主席以及CEO 都在这个中央会议上发现了意见 说明他们的看法 那么我们的这个 IGF的主题呢 就是联系各个大陆 以此来加强应该网址里的多力官方性 那么大家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就不同的方面 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在筹备会议上面 Mac举行了两次面对面的会议 以及七次的网上会议 200多个 讲习班的提案 上交给了Mac 并且受得了Mac所筹备的这个标准 得到了审议和评价 那么通过IGF 2014年这个会议的这个筹备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领导人专家 都代表了不同的利益 官方组共同的交换 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 生动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IGF 这些人他们都共同的来 交换他们的意见 同时呢 这些讨论的成熟性 也让与会者得到了很大的关注 那么在主要的会议上面 以及讲习班和其他的活动上面 一些重要的会议的讨论 都是以一种开放和互动方法 来得到讨论的 我们新的一些模式和构架 也帮助我们进行了包容性的谈判 我们也看到一些有成效的结果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建议 以及所拿出的可能的 往先走的办法体现的 我们呢非常感谢 Mag所做出来的出色的工作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利益官方 他们在参加了IGF 份上 能够更好地认可我们的工作 我们呢也会看到 他拿出了一些 IGF的一些新的挑战 以及那一些新的这个模式 都翻译到IGF上面 各位同事 我呢想说一下 主席报告里面的一些亮点 为了把IGF的授权更新 把它的周期延长 我们认为议会者呢 都要筹备一个声明 就这个话题提交给联合国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散播也启动了一个互联网治理 支持以来和会 同时呢 我们有相关的一些话题 像人数话题也要像 人数理事会提出 很多的与会者也强调了 我们需要来加大政府实体 以及其他相关感兴趣的 例如官方之间的互动 以此呢来说明 网络空间上面的讨论 加强这方面的信任 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 怎么样进一步加强网络的中立性 为了促进未来50亿人 让他们呢 联系起来 我们呢需要来加大 在ICT上面讨论 把它放在205年后 发展一层的讨论上面 年轻的代表也强调了 必须要加强现有的机制 并且让年轻人父权 以此来参加到互联网 制理事内系统的讨论中来 亚纳过度的问题 并且加强 爱看问责的问题 也以一种开放的方法 得到了讨论 我们相信 关于下一步所说的 这些讨论 应该得到我们 下一步的审议 要在下一次IGF 的筹备过程中得到审议 那么说这么多 我们希望巴西主管部门 圆满成功 主办下一次IGF 我也相信 这个将会是一次 了不起的盛会 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够参加巴西的这一次IGF会 那么最后 我们也想感谢 联合国金融事务部 感谢IGF 秘书网 以及麦 感谢他们的协作和合作 以及在组织 2014年IGF会 上面给我们的支持 和帮助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您的介绍 也感谢 你们在土耳其 会议上面 土耳其政府 给予我们 所展示的热情好客 大大的超越了我们的预期 同时也非常地感谢 把这份报告 成交给了我们 也就是 以斯坦布尔IGF会议 在这个报告 成交给了 国际电联的群职代表大会 我觉得 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举措 是土耳其政府提出来的 帮助我们 讨论了互联网治理的问题 在群联代表会上 得到讨论 同时呢 也帮助了我们 更好的提高了IGF的可见性 把它放在了群联代表会上面 因此呢 非常感谢 那现在 我 要请大家来看一下 2005年 荣誉共同主席 Francisco Fillo先生 他是 巴西外物部科学技术部门的 这样的一个负责人 请大家发言 谢谢主席 首先呢 我也想感谢 此前的发言者 他来自于土耳其 感谢他的一美之词 也感谢他对于巴西会议的 这样的一种圆满的祝福 我们呢 也参加了土耳其这一次重要的会议 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要来自于土耳其 对于土耳其会议 对于土耳其会议 以及江湖在我们国家举行会议的 这个会议的兴趣 我呢 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担任这一次筹备会议的共同主席 代表巴西呢 来筹备这个工作 我也希望 指出 我不仅仅是代表巴西政府 同时呢 我也代表巴西的指导委员会 开展工作 他们也在场 得到哈姆拉卡尔先生 他是这个部门的秘书 你们也对他非常的熟悉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 在巴西圆满的主持这次会议 同时呢 主席我们各位也做好了准备 和您一起 以及和各界人士 一起来筹备一次成功的会议 在巴西举行 那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筹备工作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看到 在这个方面大家所表达出来这种兴趣 我们呢 也看了 所收到的这一些文稿和发言 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建议 以及意见 怎么样帮助我们往前推进 保证了巴西斯会议 能够在IGF的这个周期结束的时候 取得更大的成功 吸取了过去九五年的这个IGF的经验 也要 以 我们今年所在 除了准备进行会议的这样的一种创新 以此为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要素 都会帮助 我们对于下一次会议的这个筹备 我呢 想强调 要重振这样的一个最佳做法论坛 同时 现在也有些最新的情况 很重要 可以说是一些让人非常兴奋的最新的情况 我们呢 也非常的骄傲 在今年举办了Mondial会议 我们感觉 就像我们展示出了 各界对于互联网治理这个问题的 最新的这样的一种兴趣 这个兴趣呢 又得到了重振 因此呢 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 非常 有利的氛围 能够帮助IGF 重新的肯定自身的这样的一种身份 以及呢 重新的肯定 它在未来几年这样的一种框架 尤其是在未来半年里面 因此呢 同样的 我想要重申我们的兴趣 我们的意愿 和你们来进行合作 确保我们将会举行一次成功的会议 同时我也想欢迎所有的人 来到巴西的中佩孙 在明年11月份来到这里 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 展现出你们的经历 和你们的承诺 实现这个过程 就是谢谢您这样的一个 让人鼓舞的发言 那也非常的期待来筹备会议和参加这个会议 那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意向 就是呢 就是呢 我们要来回顾 IGF 2014 同时呢 也要设定 对于IGF 205年的期待 在这一个部分中 我想鼓励各位 回顾一下 什么是有效的 什么是我们要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来筹备 来筹备2015年的会议 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来想一下 怎么来列出巴西的这个会议的安排 就要考虑到我们此前所吸取的这些经验 就是在筹备一三半会议的时候 吸取的经验教训 由于这是一个开放挫伤过程 我们呢 也会看一下 不同的人的意见 也许 首先 我想邀请 那些不是Mac的成员来发言 然后呢 我也会让Mac的成员来进行发言 在邀请大家发言之前 我想邀请秘书处 秦克台先生 简要的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进行调查的结果 这个调查结果 是代表在这个话题上面所发表的 那现在呢 我觉得这也会帮助我们的讨论 先让秦克现在来发言 谢谢主席 我呢 想读一下这个文件的总结 它呢 汇总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评论 那么我们在读这一个评论的时候 不会来重复这些评论 然后呢 我们在请大家评论的时候 你们可以呢 就大家还没有谈过的话题来发言 一开始呢 我们来谈 有的评论要求呢 要对筹备阶段加以改进 因为这是很多提议里面所提到的 比如说 从这个利用官方 所提出来的主题当中进行选择 和次主题的选择 同时要把开放磋商与MAC会议简向结合 也需要这个来 还有那些虚拟会议等等 这也是一种改进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些元素 是区别于2014年的IGF的 那么我们 要有这个 最佳实践论坛 2015 简要召开 另外呢 主席的这个 总结当中 总结大纲当中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这个有关的实质问题 写得很好 还有呢 要 人权理事会 这个所提交的 一些这个大家 已经表示同意的一些内容 那么主要的 这个会议啊 它的这个一些主题呢 都是题目呢 都是经过很好选择的 同时 大家在发言当中 还提到了 这个比如说 桌面格式 希望能有更 有互动性的会议 有的时候 有的人提出呢 有的会议 主讲人太多 希望呢 这些会议不超过两小时 当时有些讨论的会议呢 超过了三个小时 太长了 所以应该限制在两个小时之内 另外呢 有的 评论提到呢 有很多 讲期班是 平行巨型 并且呢 讨论题目有所重复 应该减少 这个 讲期班的数目 研讨会的数目 这个过去一共开过十一届 另外呢 有一个 网在线的工具 时间 时间表 比如YGF网站上 有一些 这个 暗闻 还有呢 音像的录音等等 另外呢 一关的WiFi 另外要求 给更多的 口译呢 服务提供给更多的会议 另外呢 这个应该是 有互动性的会议多开 有些建议里面 还提到呢 32015 IGF里面 应该包括 筹备 阶段 闭会间的工作 等等 都要加以 做很好的安排 另外呢 闭会间提出两个主题 一个是政策 另外呢 将下 还有呢 互联网 对于就业和技能的影响 等等 另外呢 还有两三个高级别的主题 应该呢 在 ITF呢 应该处理 那些带有争议性的主题 而且呢 而且呢 也有时间比较紧迫 而且目前呢 没有全球性的各地 对于官方的协调 的那些主题 另外呢 在ICT和发展当中 有这个整体的题目 2015年的主题 就是可持发和这个促进人权方面的2015YGF会议 作为主义一个它的主题 还有呢 有关的 详细班 应该请主办方呢 能有跟进的建议 以便提交给下一届的IGF 那么关于议程呢 有的输入意见表明 IGF呢 应该从 更 这个 议程应该做更好的结构安排 另外呢 IGF 它的活力呢 是来自于 这个 讲习班的 那么IGF的 时间表 就是每次 每天的IGF 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 具体的主题 讨论一个专门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希望呢 能有更有结构性 能有更有结构性 加强结构性 来进行 这个带有活力的 这个结盟 这个在目前的IGF当中呢 应该支持 IGF的 闭会间的工作 关于更多的 这个 更多的结果 IGF呢 应该有更多的 这个成果 让这个IGF呢 能够在全球得到 分享 那么 另外呢 应该把主要的会议 讲习班 有关的研讨会 能有相应的原则 以便呢 请各立游官方能够 具体处理 目前的与互联网 治理相关的问题 另外呢 IGF应该有更好的协调 加强与区域和这个 国家的 实践 关于远程参会 应该有更多的 这个年度会议的远程参会 很多立游官方都提到了这一点 另外工作 应该有更多的工作组成立 应该还有更多的资源 还有的建议 说明呢 在网站上 应该提及 远程参会这一点 远程参会的导则 也应该加以提供 另外呢 有关的主持方 也应该帮助 这个 远程参会 这个最项工作的推进 关于 年轻人参会和这个 后勤工作 我们也需要加以改进 那么在以下的几个领域 包括媒体 入门证 饮料 这个食品等等 也应该还有WiFi的连接 都应该加以提供 还有一些 一般性的建议 对于Mac来讲呢 有人建议说 Mac应该成立 一系列的工作组 专门处理一些 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 沟通 这个进行宣传 避议间工作 最佳实践的 这个论坛等等 还有相关有关的标准 以上呢 是我们的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经铁探到了 具体的工作 不需要鼓掌 那么 如果 有那些 现在我们有六种语言的口译 所以呢 凡是需要用 这个非英语发言的 在这六种语言之内 都可以发言 西班牙 西班牙语 俄语 阿文 中文 法文 都有口译服务 但是其他的语言就没有了 现在 我就请大家呢 就这个会议的主题来发言 因为呢 这是一个磋商过程 在大家考虑的时候 我想提醒大家 发言之前 请先自报家门 也便于 这个我们的 屏幕打上 我已经看到 有第一个报名发言者 请你来发言吧 Victoria Victoria 你的名字叫 我不是Victoria 我叫Virginia 我是一个新的Mag成员 来自西拉美 维尼瑞拉美国等国的一个基金会 我的 在 在 在 的一个 主要的关切 就是 不管是远程餐会 或者是 反正在线餐会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 有了互联网 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了 那么 那么 呃 我们如果要是能够在线参会的话 365天一年都可以参会 所以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大家都是在线上 因此呢 我们要确保呢 我们在设计 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们应该确保呢 包括那些 不在会场的人 能够在线参会 从这个秘书处 组织的角度来讲 对于每一场会 每一个讲期班 介绍组织的时候 就应该加以考虑这一点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 在做了 但是呢 我们应该更具有包容性 让大家都能够 以互动的方式参加 包括那些 世界各地的 不在会场的人 能够参加 我呢 希望在这一项工作上 做得更为活跃 还有那些残疾人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考虑 从一开始就考虑 我的这点意见 而且呢 我也愿意 为此付出精力 谢谢 感谢 我至于你啊 主席说 我就说这么一句就行了 因为那个 在我这单子上 没很快找到你的名字 很抱歉 还有没有其他人 要去发言了 谁愿意发言 那么我们是否能进入 下一项 异程 刚才 陈根他已经做了 一些介绍 伊拉克 VRAC 谢谢大家早上好 我本来刚才在等着 新的麦克成员 观察员能够有机会发言 有些成员 有些同事呢 也愿意来参会 首先 土耳其 对土耳其政府 表示 衷心的感谢 我们 上次在麦克会议上 没有能够 有机会 在对伊斯坦布 他们做出的努力 表示感谢 我现在为了 记录的需要 一共有1600名代表参加 下来自128个国家 在巴库呢 阿萨拜疆 还有呢 印尼巴里岛 都组织了会议 2014年 而且呢 创下了所有的记录 一共是3000多名参加者 3694名与会者 其中呢 2000多名是网上参加 他们代表 144个国家 联合国成员国的75% 这是对于IGF来讲 是一个新的记录 我们要特别感谢 一个输出 也要感谢各国政府 我呢 发现 发言中国家只占了 占到了将近60%的 这个与会者 这是 很大的一个比例了 而且呢 有 民间社会参加 那么 政府倒是 不是那么活跃 在线参与的 23%是政府 而且呢 这个从数字来讲呢 商界参加 也比较活跃 另外呢 刚才大家提到了 很多的创新 我就不想再详细 进入这个题目了 另外呢 我认为 在 大家都同意呢 就是 两个半 应该开 两个半主要的会议 而不是 四五次主要 五六次主要会议 另外呢 在4月份召开 Night Moodya会议的时候 对于我们那些 比较新的人来讲 一共是 四天的 六节会 来开主要的会议 实际上是呢 本来是 两场半会 变成三场半了 在巴黎会议上呢 五月份开会的时候 然后第三节会 召开了 而且呢 是三小时的会议 在GF的进程当中 要以灵活性 考虑到那些 那个非常重要的 现代性 一些当前的一些问题 另外 几乎所有的 这个主要会议 都是 90%的参会率 三小时之内 没有任何人离场 而且有时候 主要会议分成两节 工作的很好 这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呢 还提到了 IGF 它本身的情况 所以呢 你提到了 这个整个进程非常透明 具有透明度 非常具有开放性 你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另外还要改进 区域存在和这个 性别主流化 伊斯坦布尔会议呢 不仅仅 与会者很 众多 而且呢 半中国家区域 政府呢 参与也很踊跃 大家谈到了 这个 最佳实践 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关于 这个讲习班的问题 我想呢 时间定下的标准 这个帮助呢 发展中国家 提出政策性问题 提交这个文稿 高质量的文稿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共是 15个政策性的问题 我们 一共有16个 志愿者 来自阿迈的 他们用一个月时间 在那个脸谱上 请大家发表意见 所以呢 在网上 参与呢 受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还想说呢 伊斯坦布 作为一个会址 使这个与会者呢 能够节省很多费用 从亚洲只要5个小时 欧洲5个小时飞行 前往开会 而且呢 酒店和这个会场的地址 也很便于大家开会 所以呢 当这个会址 选对了的话 参与参加者 是非常能够 愿意参加会议的 如果东道国选好长址 比如会议中心旁边有3到5星级的酒店 与会者的数目会增加 关于IGEF的网站和 海报的设设计 海报的设计 之前没有时间解释 但我现在想说非常感谢 秘书处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大大的改进 我们有一个青年参与的论坛 若干代表参与 很高兴看到有几个丑员国 包括 之前参加青年论坛的代表 现在成为了Mag的正式会议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Mag的成员没有参加过青年的论坛 厂外的餐具热情度也大大的提升 有1297名代表通过Twitter Twitter 脸谱等社交网站 参与了14年的会议 最后 我想说从13年开始 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比如说监督等问题 90多个研讨会中有45场的讲习班 侧重人权 这也表明了IGF和顾问组 对人权的看重 我们 当时在2月份没有计划召开 但在11月份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关于人权的会议 也希望Mag的成员和观察员可以继续抛砖引玉 谢谢 耶稣米 谢谢主席 我来自 东京 即将退休 所以我到这里来就想跟大家说 我要跟你们道别了 不过这场会有三天 所以我想多谈几句 我想谈谈伊斯坦布尔的会议 我们在IGF的会议中 有专门的访问 对Mag成员来说 有助于他们理解IGF的细节 我大大的鼓励Mag的新成员 采用类似的环节 不仅是为了会议的顺利开展 这也有助于帮助新代表 他们在查些午餐会时 可以讨论 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 他们迄今并没有大大的参与我们的会议 实际上有十几个代表觉得 除非他们是会议的组织者 或者讨论者 否则他们觉得会议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是直升室外的 有很多人觉得讲者名单太长 但我们应该探讨新会议的模式 不管是否可以采取开放性的方式 又或者用 所谓的一种创新会议式 有个代表跟我说 他就采用了这个方式 把介绍融入在视频中 事先发给与会者 这样开会时可以直接进入互动性讨论环节 我们可以探讨更多的开会形式 推动新的IGF会议 我还想强调 IGF会议上我们不仅想听到Meg成员的声音 也想听到其他理由官方的声音 我们看重成员的参与 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会议上总是把自己作为中心 所以很多其他的代表觉得自己是直升式外的 会议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就像大家处在不同的时区 这样他们的参与度不高 我们获得的意见就很少 开会时 发言不是很踊跃 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媒体方式 比如印度、印尼使用视频互动方式 这有助局与会者的参与 作为离职的Meg成员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Yuzumi的建议 现在请Meshita-Aleximi发言 你好 我是来自印尼的新Meg成员 15年的会议中 我希望能吸取14年的经验 即Meg对印尼和亚特地区来说 人事新现实 我想问Meg成员在审议提案时 是否能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 特别的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 因为IGF在印尼刚刚启动了讨论 我们希望能听到更多的意见 谢谢 我的回答是 绝对会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在伊斯坦布安的会议上 我们已经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提案 在议程上 他们占了较大的比重 更多的聆听他们的意见 现在请Mary Lincoln发言 谢谢主席 首先 我很高兴看到 此次会议的与会者 不仅有Meg成员 还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这也印证了我去年的话 当时 我说我是新的Meg成员 但在成为Meg成员前 我积极地参与了Meg的工作 真正有八年 所以我跟Azumi 和其他的Meg成员一样 7.你们虽然退休了 但继续发挥娱乐 不要离开我们 继续地推动我们的工作 分享你们的政治拙见 Meg的规模很小 我们依赖其他的利益优官方 Mazumi 您和其他的Meg成员 不断鼓励我们的参与 所以 那些觉得自己要离职 或者离开Meg的成员 我想告诉你 我们仍旧依赖您的工作 此外 去年 我们讨论到一项建议 也是我极为看重的 其 一项非常建设性的体验 重点 从 由Meg成员主导的讲习班研讨会 转移到下一个阶段 即讲习班和研讨会中 我们虽然非常看重这些讲习班研讨会的质量 但不是由Meg的成员 自主的制定 这些新的模式会鼓励更多人的参与 我支持Rapitalia的建议 及伊斯坦布尔当时会场的选择 给多方利益攸关极大的便利 让很多人有机会参会 因为地理位置方便 秘书处的开明态度 秘书处不断鼓励新人参与MGF 甚至举办同期的场外会动活动 鼓励这些新人的参与 大大的推动了各位代表的参与性 我现在正在合作的一个项目 是与妇女互动联盟开展的 还有商业联盟 他们也派遣了很多代表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场外活动 所以IGF的十几个新代表 如果没有场外活动 同期的平行会议 他们就无法参与 而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 IGF专家和其他IGF参会代表的聆听 所以如果有充足的会场会议室 应该鼓励各个组织 与我们一起共享会议空间 谢谢 谢谢 谢谢Marilyn 现在请Avery Gloria发言 谢谢 我是新的MAC成员 我想谈两个有待改进的工作第一 参会者的质量 每次参加顾问组会议室 我总是听大家说 专家与听众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问题 我们参加议室 我们参加论坛时 应该铭记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有些人恰好是在麦克风背后 有些人恰好坐在场下 但如果我们总想着 很多人是听众 而非专家 就会让我们分隔开来 觉得他们只是消极的聆听者 一言不发的听介绍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论坛上如何创新 促进互动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和讨论 也是在那些场外和场内 代表的参与下进行 第二 关于会期间的工作 我很高兴 在两个会议之间 我们有逼会期的工作 但一谈到闭会期工作 我们总觉得 跟下一届会议有关 会议的确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应协调 加以便利 我们有相关的目标 但既然是闭会期间的工作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取得工作的成果 当我们讨论这些概念时 也应同时注意到观察 圆圆的概念 不要把别人当听众 不要把闭会期间的工作 认为是指于会期有关 而且要保持工作的成员上 似乎有技术小问题 之后请他发言 现在请Isock 谢谢主席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互联网社会 这一技术性的协会的代表 之前代表所说的 我就不知宏夫了 我支持Avery刚刚所说的 关于闭会期间的工作 也同意Marilyn和Ila所说的 我想重点谈谈 RJF的会议成果 也分享我们就最佳做法 工作经验和新的RJF论坛的设想 就最佳做法而言 我觉得RJF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根据会议概要 我们需要回顾之前的综合报告 新的成员和社区 通过这些最佳做法得意参会 我们也120多个代表 他们之前没有参加IJF的工作 将来也可能不会参与 但借助着这样的一个最佳做法的项目 他们对RJF的工作感兴趣 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 他们的互动和参与 确保将来的工作中 会鼓励他们的参与 我觉得从系统角度来看 取决于秘书处 手头的资源 以及我们对于RJF的设想 我觉得在工作进程中 我们并没有就文本进行删讨 这点很重要 在讨论IJF的成果时 我们希望功课难题 同时应注意到 IJF的论坛不具约束力 不希望使其演变成 探讨和商谈判的论坛 我们也知道 闭会期间的工作需要资源 这是关成员国秘书处 外部顾问 外部专家给秘书处的支持 这里我想说 我觉得Mac 就像Mira说的一样 Mac成员他有非常具体的角色 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够 让秘书处替代我们的职能 IJF他希望能够拿出 在未来更多的一些成果 我觉得 秘书处的角色和Mac成员 觉得这样的一种障碍 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的成果 或者是输出的内容 不被看作是中立的 我们都希望它是中立的一个成果 同时我也想补充一点 关于成果的形式 我们讨论了最佳的做法 这里是很好的政策信息 是IJF2014年发出来的 这个信息 代表一个小组 上交给了人权理事会 我觉得这项我们展示了 IJF有很多的潜能 在这方面能够提出我们的想法 但是同时好像有一些东西 把自己看作是最佳做法 但是其实我们有详细的记录 是能够专门提出这些最佳做法的 我觉得也许这样的模式 应该写得更好一些 更加的适合用于政策的制定 或者其他的这个机制 但还有一些新型的问题 比如说道德数据的处理 以及其他一些新的问题 可以拿出一些更加合适的模式来处理 那最后呢 关于主要的会议环节 我认为IJF 在我看来 IJF2014 给了这样的印象 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混合的模式 我们能引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同时呢 我们也吸取了一些 IJF历史上的模式 我觉得最好 我想看一下 这些历史的元素 是不是要保留下来 但同时呢 我们也要发展IJF 使得它往前推进 但是同时啊 有很多与会议者 也觉得主要的会议太长了 有太多节主要的会议了 那在这里呢 我想说 好像是一个他 他刚刚向我们介绍了 这个综合的文件 也许每天只有一节的 这个主要会议 并且只有一个主题 然后拿出一节会议 来专门来总结 今天那些主要的成果 也许这样能够更好的 在主要的会议上 反映出当天会议的情况 谢谢Constans 谢谢你的建议 现在我让英国 Mark来发言 谢谢主席 来自英国政府 媒体体育部 首先呢 我想代表英国政府 深深地感谢土耳其 主办了这一次成功的 第九次IGF会议 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 这个与会的人数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就像您说的一样 现在恰逢期时 要与更多的联合国 与会方来进行参与交往 同时呢 IGF应该要利用 已有的成果和成功 使得它更加的有成效 之前呢 我们 重申了这样的一种 与会者参与失败的情况 但是英国政府认为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这一次IGF会议 这是历史上面 第一次这么多的 政策制定者 来自于各界 参加的一次会议 他所制定的这个项目 并且向我们反映出 与会的这种重要性 还有和其他 利用官方的参与 以一种这样的一种开放 和有动态的这个方式 进行参与 是十分让人印象深刻的 但同时呢 我也非常感谢 他们所体现的创新性 向我们引入了 这样的一种想法 拿出更多 切实的成果来 但是啊 同时啊 就像有人说的一样 我们在这里 不是要进行来谈判 我们只来看一下 到底哪里呢 能够在不同的 这个意见中 取得协商一致 找出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 共同理解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解 所以呢 这应该是IGF的一种概念 是我们继续要来发展和传承的 第二点 关于最佳做法论坛 它非常的有效 也很好 而且 这个论坛的数量 也是不多不少 以此来传播 这些论坛的结果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确保 它应该会得到我们的重视 那么这一点也得到了 其他人的谈及 就是怎么样 到底把这个成果推进下去 因为有很多专家参与了 这个最佳做法论坛 应该很好地利用 这样的一些论坛 这是一个真正的 全球性的论坛 关于新的模式 的确呢 我们也很欢迎这样的一些想法 拿出承诺来 拿出 结果期间的工作 这是我们很支持的一个想法 我们也很希望来开展讨论 在本次会议上面说明这些问题 怎么样来落实 结果期间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确保 现在 以及 巴西和举边的IGF期间的这个工作 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 保证有效地 把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到时候等我们开 IGF巴西会议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已经有了 很好的一个解决的基础 而不是说 到了巴西的会议上面 再一次地来看我们之前 IGF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那到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风险 等于是又重复了之前的工作 因此呢 我也非常的支持 来进一步地来 发展 伊斯坦布尔库上提出来的 这种切获期间的工作 同时呢 我也很感谢 年轻与会议者的参与 我们应该要加大 年轻人的参会 应该要把它放在巴西 IGF会议上面 更加中性的活动中来 给他们更多的可见性 以此来更新 我们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 到底什么是更加重要的 是年轻人觉得十分之重要的 关于主要会议 我觉得这个数字呢 是不得不少的 在一层半的时候是如此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 做更多的工作 确保加大 更多的人参加 主要的这个会议 使得他们呢 不会参加会的时候啊 不得不就 放弃其他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项目 同时呢 我觉得要看一下 这个主要会议的专家人数 我觉得有的主要会议上面 这个专家人数太多了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Mark 还有帮助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远程参会 这项发言 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还是可以先试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否则呢 我们就要来查些了 Andrea已经是第一个 要发言的远程参会了 还有一个人在排队 是Suvian 如果已经准备好的话 我就让远程参会者 现在来发言 感谢观看 好像不是很好 能不能把我的发言读出来 我把它放在了一个 发言的框中了 主要说我能听到你 请说言 请听发言吧 好 我要找一下我的发言在哪 我把它写下来了 我想感谢各位参加了这个会议 我看到 那边跟着这个评论 就是说 MAC成员 现在参会的情况 我有一些总结 感谢主办国 也感谢各位 我认为 伊斯坦布尔IGF是很成功 尽管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改进 那么我想说 关键的几点 补充一下 密书的总结 我同意 应该要加强 这会期间的工作 其他人也同意这一点 尤其是呢 我觉得 可以拿出一个 以成果为导向的工作 要以这样的一个 最佳做法论坛为辅助 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来 开更多的掌握班的话 那么 我们就要在 借户期间来进行筹备 这样拿出一个 更下有效的 讲习班 同时呢 我们要鼓励 范仲国在参加 如果呢 我们有些 借户期间的工作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 范仲国在参与进来 可以把他的一些意见呢 都综合进来 放到一个全球的IGF 过程中来 我觉得也可以 包住一些 区域的IGF 对于新年养的IGF 有个批课呢 就是说 有一些区域的IGF 倡议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应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参加 那么 关于人权问题 就像Fill指出来的一样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呢 很有兴趣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呢 我们 要把它放到IGF的 主要的会议上面 并且呢 要综合 与人权有关的讨论 或者是说呢 通过原尊会议的形式 来进行讨论 今年的讨论 不是那么的成功 我感谢媒师处 感谢Mag 想把这个问题 纳入进来 但是它依然呢 和很多权力有关的 这个讲习班呢 是有些这个时间上 的 时间案板上的冲突的 那么关于 这个活动的设计 我同意 我们必须要 创新 不仅仅是要 让外部协调员 参与进来 同时也要确保 会议的设计 要保证 讲习班 它是相互补充的 讲习班呢 它的主题 处理的呢 是不同的主题 保证呢 它们不要平行的 迅行 而且呢 我觉得 每天的专门 只讲一个主题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专业性的主题 设计呢 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我最后想说的是 我们看到 伊斯坦布尔的 这样的一个论坛呢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向我们展示出了 怎么让当地人 发出他们的声音来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 Mac也应该要 阻止 开展这样的一种 平行的会议 使得 互联网 治理界 不得不呢 就把自己这样的 一个参会情况降低 因为如果有两个 平行的会议的话 它有时候就会阻碍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参会 那么现在呢 我希望 今天的这个会议 能够圆满成功 我也会一直会参与 这个会议 举一记前您的发言 现在我让下一个 在场的与会者来发言 然后再让下一位 网上的参会者来发言 下一位在场发言者是 对不起 非常感谢 我叫Shera Miller 我是一个新的麦克成员 是今年当选的 我来自于商业界 我是Vizia 通信的一个工作人员 我也非常感谢 各家参与了这个会议 麦克的每个成员呢 都非常的有承诺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 因此呢 非常感谢 能够参与到麦克中来 也感谢秘书处 我有两个评论 还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意见 我想 从去年的会议上来说 我是一个 外人 就是怎么样来平衡 主办国和麦克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他们有不同的责任 我想 对于这个主办国呢 我也非常的感谢 他创造了这样的一种 协同的作用 是和麦克之间建立的 很好体现在了 2014的IGF上面 也让我们展现出了 他的成功 还有一个评论 我觉得我听到了 很多麦克成员的一个想法 有一些呢 是关于主要会议的 一些很好的评价的 还有一些成员呢 就希望呢 怎么样在未来主持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会议 所以呢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达到一个 很好的平衡 包括区域的平衡 性别的平衡 以及多样性的平衡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这个专家组上 有太多的发言者了 有的人也提出了这一点 这里呢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因为我作为一个新的麦克成员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些规则 来规定 加强 或者是平衡这样的一种结构 我不知道 在组织主要的会议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规则 为什么有的这个主要的规则 上面有这么多的人 而很多人都觉得 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这个 专家组的人员 那我觉得呢 应该在最后取得上那一种平衡 谢谢 我可以让其他的同事 来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常识 现在 我让网上发言者来发言 应该是苏比 请发言 能不能听见我 是的可以听见您 谢谢 非常的让人激动 我叫苏比卡布里 我来自于印度 我现在在印度国内大学 教书 每年呢 我们大会培训800名工程师 我呢 非常的高兴 能够第三年担任MAC成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我很想很快的说一下 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 我认为 主办国的参与 以及MAC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是十分之有效的 他很好的 把这样的一些举措 转化成了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会议的主持人呢 都非常的行之有效的 进行了组织 也许啊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并且很好地回应 大家的一些问题 主要的会议上面 他说到很多一些关键的问题 怎么样来进行 主要会议的主持 关于主要会议和讲习班 必须要对这些问题很有敏感性 对于活动的模式也非常的敏感 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 有一个13岁的人 参加了会议进行发言 我感谢美术和主席这样的一种创新 我觉得这发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 这不仅仅是一种创新 同时呢 他也表现出来 我们愿意听取大家这样的发言的意愿 这也很好反映出了IGF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思想 我觉得把很多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就是一个创新 我也非常的期待进行第十次IGF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很多的热忱 让很多的人参与进来 很多人呢都不有万里的来到IGF上面 说明到这个参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的这个工具 这个网上参会应该像看电视一样 鼓励这些远程的人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远程的主持人 让他很好的反映出来 让那些没有在会场的人 他们的声音能够到同样的听到 我们也要继续在这方面来进行努力 关于这个会总结的 总结亮点啊 不管是两页还是四页都是很好的 因为呢这个报告很长 我认为把它总结出来是十分好的一个想法 那最后我想说 根据突尼斯议程和其中的72段内容 Mac的一个核心的职能 就是要来组织会议的项目 同时呢要来传播知识 并且呢进行能力建设 LADA还有其他的一些同事 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 同时也设定了一些标准 我们必须要继续以此为标准开展工作 并且呢要来开展最加速论坛 这样才能够把它转化成为行动 我见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 我自己来对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啊这些的团队啊 帮助我们来很好的认识 并且加深了对最佳做法的认识 这些问题呢 对于每个人的情况呢 都是有不同的这个适应的 你必须要帮助大家积极地参与进来 那说到主要会议 是针对于这个主要会议的模式的 有的人说这个主要的会议 他让这个主持人站起来 可以在会场里走动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想法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对这个与会者在会场里的与会者 并不是作为把它作为一个参加者 就是仅仅是听众 而是让他也积极参与 我看如何能让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另外还想看到呢 而且我知道刚才有人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多志愿者 Mag成员 不用在这个会场里跑来跑去的 秘书处呢 也应该 而且呢 秘书处还把这些年轻的 这个讲习班里面的有些内容 有的人呢 让他们能够跟本次会议融合起来 现在呢 我们发现呢 年轻人也能够作为主讲人 在参加正式会议了 那么我们在那个Mag组织当中的 年轻的同事也正在呢 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 我们希望呢 更多的看这个 请大家更多的思考 关于 这个 比如说虚拟概念 等等 还有呢 远程的主持会议 如果你参加一个讲习班 打开话筒 如果那个会场上有很多志愿者帮助组织的话 效果就会很好 另外呢 我还希望呢 能够找到一种会址 便于参加 便于会者参加 特别是那些便于参加 基人参加的会场 也是应该多组织会议 我有三个主要的问题 要更多年轻人参加 更多的这个儿童参加 更多妇女参加 而且呢 政府也应该多做发言 那么 在主要的会议 主要的讲人当中呢 都应该让年轻人多参与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以上呢 是我的一些想法 另外呢 从这个 在我们找东道国的时候 民间社会团体 也有很多的参与 感谢CB 你刚才的输入意见 而且呢 你说的很清楚 下一步应该做哪些工作 下一个单子上的名字 是美国代表 已经美国代表发言 大家早上好 感谢主席你 非常坦率的讲 我们很欢迎大家参加会议 我的名叫 Niso France 来自美国国务院 我跟各位同事一起呢 愿意 同意 大家的意见 这 感谢 今年呢 土耳其政府 组办了很成功的会议 也要感谢巴西 再次 主办 我们期待着 在2015年 开 下一次IGF 另外呢 我们也要感谢墨西哥 要主办IGF 2016年的会议 对于大家的输入意见呢 我们 也是跟大家想法一样 我就不需要 多说了 但是我需要强调 三点 意见 我们认为呢 便于讨论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贯赞赏 这个非常及时的讨论 IGF 及时讨论 在当年 这个互联网空间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呢 事情进展得非常快 那么 我们 在这个讲习班当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活的问题 那么呢 讨论这些问题非常有用 第二点呢 我们 试图呢 要 听取大家的意见 另外呢 IGF 做出的一些会议结论 非常有用 我们也赞赏呢 刚才大家提到的 我们要推广最佳时间 特别是最佳时间论坛的所提到的歌点 我要跟大家一样 祝贺 今年参加的麦个成员 那么我们 在我们的文件的提交的文件当中 这个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不仅仅是老的麦成员 还有那些呢 多年以来 一直参加这个会议 继续呢 将这个有关的我们整个互联网企业 加入更好的规划过程 另外呢 我们还要 这个了解各方的立场 同时呢 帮助 这个大家的相互沟通 理解 这种互动 还有很多人 刚才都提到了 那么 在IHF 开的那些 讲习班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对讲习班 制定出标准 和制定出有关的格式 那么 来强调 有关的内容 我要跟其他一样 人一样 就是关于对你刚才主席你的讲话呢 做些反应 我们期待着明年呢 要扩展IHF的这个职责范围 我们美国呢 从我们的本所在去讲呢 我们也要进行进一步的筹划 所以呢 我们期待着 在未来两天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开展讨论 谢谢 Lisa 感谢你刚才的评论 现在下一个发言者是 Key 女士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自我介绍 因为你的名字 可能我有点说不出来 我的名字叫Jack I'm Key Key 我姓Key 我是代表APC的民间社会组织的 我要谈两点 一个是关于这个能力建设的追踪 我觉得非常重要 它也能够促进更积极的餐会 所以我个人呢 很愿意看到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一步的促进 这个参会等等 另外 刚才也提到一些建议 是要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我们也可以呢 认真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 因为呢 我们要促进 鼓励 这个更多的活动方 参加国家级的区域级的这个 来自各种不同的利益官方等等 我特别要看到 这些也是否能够融入全球的IGF的进程 和这个反向的流动等等 还有一个我需要讲的事情 就是我要支持 我们要重点开展 能力建设 闭会间的活动 还有呢 这个闭会间活动的 所涉及的各种关键领域 Isoc同事 刚才的发言提到了 最佳事件论坛 能够促进我们这个 大家多 这个 参与过程的多样化 参与者的多样化 我们觉得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 可以呢 启发更多的讨论 互联网治理 政策等等 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还有呢 关于人权问题 IGF 在人权方面体现之后的成熟性 那么 也能够进入更深的层次 还有呢 性别主流化 这个性别 性等等 性问题等等 最后 我们三年以来一直就这个报告卡来开展工作 我们感谢秘书处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进程 我们觉得在过去三年当中发现呢 它非常有用 那么 而且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 性别问题 如何能够放入 这个讲习班 但是呢 报告卡 它的调查结果 并没有完全融入 正式的报告当中 我们今后呢 应该 看看怎么能把它融入 我们报告不仅仅要成为一个数字 而且呢 还应该看 它的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包容的怎么样 谢谢 主席说 感谢你刚才的发言 在土耳其发言之前 我先请这个在线的参会者来发言 我要阅读一下 巴西的一份发言 是来自 它的名叫 Mailia Says 最佳事件论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它可以呢 帮助我们澄清问题 这个基于一些真实的问题 让这个专家来发言 那么这个 在最佳事件当中的一些工作应该能提高能见度 Night Mondia可以呢 给我们提供如何做这项工作的这个宝贵经验 另外呢 从报告当中看到最佳事件的论坛 还是没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我们呢 有关的IGF的工作组织应该加以改进巴西 希望能有更多的面向成果的工作 最后呢 我们要求 IGF呢 这个今年的参加者应该呢 能够更有能见度 并且呢 要继续下去 原来的进程 谢谢 请土耳其政府发言 好 是不是我的声音就好多了 我的名字叫Isa Bodo 我是代表我本人来讲话这次 那么 我首先要感谢 主席 您本人 秘书处 麦克成员 以及所有的 有关的各界人士 对于他们 对于 伊斯坦布尔 IGF的会议呢 所做的贡献 表示感谢 一开始呢 我坦率地讲 我还是很有关切的 所以呢 当时因为会议很多 我不知道呢 这个这次会议的 参加情况怎么样 最后呢 发现参加者 数目众多 不仅仅是 发达国家有人来参会 而且发展国家 也有不少的人参会 我呢 百分之百同意 申给泰的总结 这我认为呢 这个总结非常成功 非常好 IGF2014 还有几个问题 能够提供免费的 或者是电子的签证 发放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能够加快签证的进程 还有呢 航班也很方便 它的这个品质啊 这个它的这个数目啊 到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到来自四面八方都很多 另外呢 还用廉价航公司 我在这个伊斯坦布道的 这个问的很多人都是做廉价航班来的 因此呢 廉价航公司也帮助我们获得了众多的与会者 另外呢 还得要安排好住宿 那么 还有呢 交通 城市交通 也很方便 都帮助伊斯坦布尔 而且呢 我们伊斯坦布尔呢 对很多人来讲呢 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 很多人呢 愿意 到伊斯坦布尔城来参加各项活动 我还想说呢 我相信 我们的主办国 即明年的IGF的主办国 2015的主办国 肯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确保呢 会议的成功 甚至比伊斯坦布尔会开的还好 我觉得NetMedia会开的就很成功 巴西的同事主办的是非常出色 好 我再次感谢大家 Meg成员们 对IGF做出重大 重要2014做出重大贡献 而且要祝贺 Meg的新成员们 加盟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谢谢 非常感谢 你的评论 主席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斯坦布尔会议闭幕式上 那么是在2015年的11月开下次会议 它肯定会跟伊斯坦布尔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就没有了这个历史楼宇 还有海边的气氛 下一位发言者 是UNESCO的代表发言 教科文组织代表发言 谢谢主席 我的名字是胡贤红代表 教科文 首先我同意其他同事 以建筑和IGF伊斯坦布尔会议的成功 我们期待着这个成功将会在巴西下一次会议上也要获得 主席正如主席先生所指出的 我们教科文呢 在五个领域中的开展研究 一个是这个言论自由隐私权 介入权 以及这个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IGF会议上 介绍了我们的研究报告 同时受到了很多的反馈 我们IGF也会跟有关的 例如官方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很有刺激性的问题 也很有教育意义 那么我们认为在2015年 IGF的议程上的很多问题很重要 我很高兴地听到与人权有关的问题 在IGF伊斯坦布尔的会场上得到热烈的响应 实际上联合国也正在推动 两性平等互联网的隐私权等各项问题 这也是基于人权理事会促进网上权利和联合国最近批准的数码社会的决议之后开展的 人权高专办最近就人权于商界 也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我新建之前的讲者 将在下一届的IGF巴西会议上 举行重要的实质性讨论 专门讨论人权事项 这也有助于联合国制定 2015年后发展议程 重点突出人权问题 而互联网的智力 对管理人权的各项权利 也构成了 严峻的挑战 教科文的研究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我们3月3到4号将会举行国际大会 而同周巴黎也会举行MAG会议 所以欢迎大家3月初来教科文 不仅参与教科文 也参与互联网这里的MAG的会议 谢谢 谢谢 您的建议 以及圣邀 我们也会看是否可以 与我们之后会议的时间表的契合 现在请Fatima发言 谢谢主席 我来自阿根廷 一个NGO的协会 我们同意密疏 出处的意见和看法 我觉得应避免工作重复 就主要会以我认为3小时过长 希望 有地方是只开2个小时的会议 同时举行并行会议 就专家组的讨论 很多中 很多时候 在开展全会时 会有很多专家发言 这不利于互动讨论 我觉得还应特别注意到种族问题和鱼拉加有关的IGF情况 今年我们没有被要参与IGF的重要会议 虽然我们在国家区域的IGF方面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NGO应得到重视 我也同意 有人提到 在最佳做法方面 也应进一步的发扬 需要更多人促进最佳做法的会议 我觉得也有必要审议 同时举行的研讨会内容 有时 两场会议是聚焦同个话题 给予会者造成不变 就主要会以 我同意很多代表的意见 引有特别的次序轮换 为了避免组织的混淆和重复 应该是邀请所有与会者参与 同时应该制定准则 就主要会议和讨论的环节制定原则 我觉得在IGF官方议程中 也应该标明场外的活动 哪些是具体的场外活动 以避免混响 我也希望在下届IGF中 就有重点的讨论和实质性的讨论 可以尽快地举行 我们也应该加强能力建设活动 基于今年的工作进行 今年我们以不同的语言开展 讲西班研讨会培训 与国家IGF的工作人员有关进行培训 我觉得应进一步改善方案 在闭会期间 就闭会期间的工作 我也赞同之前代表的意见 谢谢Fatima的意见 请Alga Klawali 谢谢主席 听得到吗 我是Alga Klawali 阿根廷外交部的成员 我是退休的顾问组成员 多年来我在这个顾问组受益匪前 各位成员抛砖影剧 分享他们的真知灼结 我也听了新成员的看法 我很高兴 就拉加地区来了很多的代表参与MAC的会议 我们希望这一进程可以继续 也祝贺土耳其成功地举行了一场IGF的会议 这对IGF的历史上也是一场盛会 我们也很期待巴西的会议 巴西来自美洲 而实际上下下届会议则会在墨西哥举行 对我们很多代表来说 一直以来我们促进区域的凝聚力 这是一道盛举 也感谢巴西是第二次举行IGF 07年时巴西主办IGF 但论团规模比较小 先为人知 当时拉加代表并没有很踊跃的参与会议 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取得显著净职案 我想特别强调这对于拉加地区的重要性 也希望各个区域在闭会期间 可以加强社区领聚力 拉加地区在国际会议中代表性不足 特别是对于阿根廷和南美洲的代表来说 远程旅行非常的耗时耗钱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敦促我们地区的代表踊跃参与 下一届区会议将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 每年4月欢迎各方永远参与 如果您想参会 我们热烈欢迎 拉加地区有不同的倡议 还有其他的培训等活动 我敦促我们地区的代表 热烈参与此次会议 不仅参加一次或两次的IGF 而是每年都参加 阿根廷欢迎新的开会模式 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们也认为 人权理事会应该被作为议程的重点 但同时避免 因避免工作重复 与其他议程相冲 我也鼓励APC就性别报告 性别信息的建议 我们认为 IGF可以解决 一个问题及 在政府间的组织方面 高层中 妇女代表性不足 希望可以举行研讨会 及为什么性别失衡 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职业妇女 她们本该在领导层 董事会中 发挥领导力 谢谢 谢谢 奥格 奖者名单很长 至少有十名奖者 但现在还只有半个多小时 所以请注意发言时间 现在请墨西哥发言 玛利亚卡比雷套 谢谢 Rosie 大家早上好 我叫Victoria 来自墨西哥 在政府单位供职 这是我第二次参会 主席我尽量 发言 简洁 补充 之前同事 奥格所说的 因为这场生活 不仅对我国 对我们所处的地区 都至关重要 我想特别谈谈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奥格说了 我们致力于加强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力度 在日内网 我们注意到 很多人对IGF 所知甚少 特别是一些成住室团 所以明年的一大关键是 如何动员他们的参与 同时筹备我们的下期会议 既然今天有政府代表参与会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政府是决定IGF的未来 他们却对我们的论坛 所知甚少 我很高兴 今天有政府代表参与 也很高兴 联大通过了 续展IGF任务授权的决议 第二 关于 区域国家的 情况 因加强协调和融合 第三 关于 后续事宜和跟进 我一开始就说了 因 尽可能 能的 灵活 切实 尽可能 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IGF的最新情况 我们 做了 大量 有意义的工作 但只有 IGF的 界内人士 知道 所以 应进一步 推广和 宣传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工作 谢谢 谢谢您的发言 请 Jim Pong Gest 发言 谢谢主席 我是Jim Gest 我不是 MAC 的顾问组的 离职 退休 或者新成员 我们是一个战略的集团 就 Azumi 所说的 开会 新模式 有人讲到 根据创新 根据 互动性 我完全同意 关于 这些新的工作方式 和 评估这些建议的新标准 我还是有些关切 比如 很多时候 如果没有 一个素质良好的专家组 就没有办法进行互动的讨论 我们应该更仔细的 审议专家的资质 就参与 我特别感谢 Constantin 就像 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工作 就像是1.0版本 应进一步的改进 同样 在闭会期间 应提高宣传力度 我知道去年 IJF的会议 是在年末举行 今年我们有 更充足的时间 去让更多人知道 这场论团 关于 社区所提供的反馈 各界的意见 我想 知道更多的详情 应提高此方面的透明度 到底把谁的意见 放入了最终的成果文件中 关于 关于 临日活动 我们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伊斯坦布尔开会时 代表提到 为了提高参与 Mega的参与度 我们应 该 进一步的去 给出意见 放在主席的 该要报告中 所以 我寻求更多的解释 及 在IJF的官方议程中 因提到这点 感谢土耳其 所提供的 后期支柱 我没有碰到任何的 后期方面的困难 要么就是 我很幸运 要么就是 他们的会议 非常成功 谢谢Jim的反馈 我先请那些 还没发言的代表说 第二次发言的代表 你们会之后 你们会 我会稍后请你们发言 请Icon 谢谢主席 现在是中午了吧 大家中午好 我叫Nijel 我不是Mag成员 以前也不是 从来没有来过 这样的磋商会 关于伊斯坦布尔会议 我想提几点看法 我觉得要在回首过去 和展望未来 之间寻取平衡 伊斯坦布尔的会议 急剧建设情 非常成功 有条不紊 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会场开会 正如土耳其 和很多代表 所说的 很多国家 派了不同的 利用官方采会 这点至关重要 因为互联网 治理的论坛 必须多样化 必须吸引 与会者的参与 必须具活力 必须是有效的 伊斯坦布尔经历 经受了这些考验 我觉得有待改进的地方 一些代表已经提到了 很具体的建议 比如 讲者发言时间太长 会场太大 这些都是困难 我对于临日活动 不是很明白 我不太喜欢临日活动 我觉得 这个术语 听上去 很奇怪 虽然英语是我的母语 但好像我的英文 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临日 听上去 非常的肤浅 非常的空洞 对 我们的确应该有场外活动 让我们用 我们可以使用 自由的活动 但是 不要让一些活动 有局限性 如果要参加活动的话 应该要 其他人都参加到 这些编会的会议上面来 我觉得 应该要把 把重心 放在 灵日上面 我想 Amber 针对于 语会者所发表的意见 十分之重要 我觉得 这也应该让专家来 注意 我们应该要 创新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参与到过程中来 有些人 他们 参加了日内瓦 或联网 治理论坛 那么我们应该找到 更多创新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 包括远程参与进来 同样的 我觉得这里可以 需要一些经验 也许呢 可以在 Mondia 会议上面 像他们一样 拿到一个 远程参会的中心 那么 找到未来 我想 有一些 实质性的问题 需要得到解决 要在巴西得以解决 那么主席 我觉得威斯加时审议 以及怎么把它进行组织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里有个概念 就是是不是ICF 以及ICF的会议 包括区域和国家的会议 是实质的会议 还要说这是一个有活力的进程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澄清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往前走 使得它有可信度 并且能加大互联网治理方面的 政治社会的层面 使得互联网治理论坛 成为一个有活力的进程 我觉得你说到 当讲到威斯加时筹备会议 要参与进去 我们并不是要参加他们的筹备会议 参加11月份的筹备会议 然后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文件 因为这是政府在讨论的一个会议 那么利优官方就说 我们不喜欢这个论坛的文件 因为你当时参加这个文件的话 其实已经太晚了 多利优官方指的是什么呢 他指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参与 这个筹备的早期的工作 因此你的评论说到 要在几乎期间来进行对话 不管怎么样 这是十分之中肯的 那么最后我想说 整个有活力的IGF的概念 它包括了要把资源的背景 纳入进来 要看IGF有多少的资源 IGF是一个独特的经验 它需要让很好的人参与进来 参与到互联网的治理问题中 我们要让更多的社区 各界的人参与进来 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呢 MAC的资源 还有联合国的这个资源 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我认为资源这个问题 是十分之关键的 要得到我们的解决 谢谢 谢谢那叫的评论 也许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会前活动 而不是把它叫做临日活动 怎么叫它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到底在这一天里面 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和服务 下一发言者是埃及代表团 谢谢主席 我叫Krista Anila 我代表埃及政府发言 我很荣幸能够和MAC开始工作 因为呢 埃及是之前那个IGF的主办国 首先呢 埃及非常地感谢土耳其政府 成功地主办了IGF 2014年的会议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同时呢 我也想感谢秘书处 出色的工作 所做的这些评论 我很多同事呢 已经表达了一些想法 我希望不要在这里重复他们的意见 我只想强调一点 一点呢 就是要提供 强有料的和包容性的做法 让国家和区域的倡议 纳入进来 不仅仅要在IGF的会议上 同事要在筹备工作体现出来 那么也许啊 我们可以 让这些区域和国家 来参与 切获期间的工作 尤其是让发言人们国家 去参与进来 然后呢 让他们早期呢 来提供这些意见 来筹备这些方案 然后呢 纳入他们区域里面 讨论的情况 同时呢 我想强调一下 要给会外活动 提供空间的重要性 那这里我想感谢 2014年主办国 和平均数所做的努力 他提供了一些支持 让阿拉伯的国家 能够在 IGF9的会议上面 有两天的时间 来筹办这样的 这个会外的活动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的参与呢 都有一些非常积极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区域是如此 同时呢 我也非常的重视 IGF的一个举措 就是呢 一天呢 只有一个主题 同时呢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 针对这个主题 有一个专门的主要的会议 一次来进行总结 那最后关于巴西 这样举行的IGF 我们想感谢巴西政府 将承办这一次盛会 谢谢 在让核酸发言之前 我想请远程参会者来发言 我把Ontree的评论读出来 它是南非的一个代表 它是代表ABC来发言的 有一些临日的活动 其实呢 是十分之实质性的 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详细讨论一些问题 比如说讨论了Mondia的会议 以及会前的活动 这些活动 我们觉得应该得到评估 尤其是那些政府的高水平的会议 它是不是真的实现了 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加大政府的参与 它能不能得到评估 MAC 应该要来评估 到底目前哪一个会前的高级别的 会有效的得到了便利 使得政府参与到IGF的功能中来 数据上我们展示 好像现在呢 这个情况不是那么的乐观 因此呢 我希望提供几个意见 希望在巴西举办下一次IGF的时候 能够考虑这些意见 就是谢谢Andrea提出了这些建议 没错啊 好像已经把这些意见给记下来了 Hosan有请 谢谢主席 我来自非洲ICT联盟 我来自埃及 这是MAC的第二年 第一年在MAC当成员的时候呢 让我大开眼界 我呢看到了很多现有的 还有正在进行的这个MAC的参与的活动 我只有这个评论 针对 未来要主办的这个会议 我觉得应该拿出更多不同的风格来 把最佳做法论坛和这个这回期间的工作 还有讲习班以及主要的会议都联系起来 我们觉得这个联系应该更加的有结构性 不应该要有冲突 我认为 对不起 重要的是 应该要来分配更多具体的时间 给予 在场的语惠者们的发言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主要的会议上面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 让在座的人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我们没有足够的来自于会场上人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 让更多的人进行参与 使得他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外展 我认为啊 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做更多的外展工作 让不同的利用官方纳入进来 这里呢 我想再次谈一下 我们有很多的利用官方 参与不同的部门 让感兴趣发展的国家参与进来 他们 包括财政 农业等等 这个部门 我们需要政府界 企业界 学术界 还有用户界都参与进来 我们需要来看到有什么挑战 接触这些部门 看一下互联网 怎么能够就这些部门带来变革 谢谢 主持人 谢谢何三 感谢您的评论和感想 现在我让 两贯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叫郭亮 我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成员 同时呢 也是 Mag的一个成员 我想 Mag不仅仅 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我觉得呢 我学到很多东西 比我能够贡献的要多 我希望 在这里 感谢所有Mag的成员 在过去的 IGF会议上 就是 伊斯坦布尔这次会议上面 我也参加了 参加了讲习班 是针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会的一个讲习班 专家们主要谈到了 教育 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 教他们参加会议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评论 首先 我想分享一下 我对 开麦这个环节的想法 当时有太多Mag的成员 在这一节会议上面 来讲话了 所以呢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 不仅仅是教育 语言 障碍 还有呢 要在这里说的这个 动力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 想要参加IGF呢 他们动力是什么 他们能够学习到什么 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他们能够做什么样的贡献 提供给IGF 这是更为重要的 这比困难更重要 我很高兴 我记得三年前 当我第一次参加卖会的时候 我问了一些问题 是怎么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会的 那去年呢 我又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公平的是 我们必须要有同样的标准 以此来评估 这些讲习班的标准 但是呢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呢 我们要有一个 不同的这个考量 那我很高兴在今年的 IGF上面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这种学习班体验啊 大家的有些不同的考量 苏米先生 他参加了中国的一次 互联网的会议 是最近举行的 起码中国政府 很愿意参加 世界的互联网自己上面 但是呢 我现在在麦克什米 参加了三年的工作了 一直到现在呢 我还没有听到 任何来自于中国政府的 正式的发言 因此呢 我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能够听到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发言 谢谢 非常感谢 现在我让斯科来发言 谢谢主席 我叫chip shop 来自于斯科公司 我不是一个麦克成员 不是一个前成员 我是一个观察员 我这里的评论呢 是根据我自己来做出的 我并不是代表斯科来发言的 我呢 只是针对上一次IGF 提一些想法 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IGF 我觉得 这一次IGF比上次呢 组织的更好 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善 首先呢 我想感谢土耳其政府 也恭贺他 成功地主持了这样一次盛会 考虑到这个会有很好的一个历史 它是几个文明的交汇点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会议 我也非常期待参加明年 在巴西所举行的这一次IGF 也是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期待 我想说几点 很多这些问题 已经被其他代表提出来了 我呢 也想很快地谈一下我的想法 关于最佳做法论坛 我觉得去年呢 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这个时间安排呢 非常的紧凑 今年呢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筹备这个工作 关于怎么样让最佳做法论坛 得以报告 我看了这些报告 我们要提出一些问题 就是怎么让这个最佳做法论坛 他们的工作得以更新 并且呢 与时俱进 开展一些新的问题的讨论 我也非常感谢 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 考虑到时间这么短 他们做的工作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 关于借户新建的工作 如果呢 这个借户新建的工作要拿出成果来的话 我们呢 需要Mac清楚地找出他们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怎么把他这些会议的成果放到我们IGF中来 同时呢 我们需要来决定什么工作是要由协会期间的工作来解决的 怎么样呢 是输出的成果 我也很期待这方面的讨论 关于U4加10审议 像有代表说的一样 我希望呢 在进行审议之前 Mac成文之间有一些磋商 不应该让其他人来决定 我认为早期的磋商是十分之必要的 这样我们才知道12月份里面我们会拿出什么样的意见出来 我也很倾向于拿出一些IGF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拿出想法不应该太晚 我想很快地谈一点 关于网上的这个时间表 怎么样 这个工作得到更好的组织 我觉得如果要进行网上时间安排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和我们个人的这个日记表联系起来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所开展的工作 谢谢 我希望您能够一直待在我们的会场上 因为刚刚说再见了 我以为你发联就要走了 现在我让Cosie Amacino来发言 Cosie有请 可以吗 谢谢主席先生 我感谢国际电联名书 以及主办国 感谢他们在组织IGF会议上面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好客 我也希望2005年的IGF能够展现出同样的精神和组织 其实啊 目前我们是有一些挑战的 我们那个看到要举办高级别的会议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代价的 在开幕和闭幕会议上面呢都要得到很好的组织 我们看到了区域的代表 不是一直都在场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区都应该得到合适的代表 这样呢不同区域的意见才能够被倾听 因为每个区域的国家情况不太一样 因此呢我们可以在开幕和闭幕上面有一个专门的 呃会议 让 区域得到更好的代表 特别是在开幕会议上面 然后呢在闭幕会议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总结到底什么样的代表 我们呢也有一些平行的会议 我们呢可以呢进行更好的组织 如果是有主题性的讲习班的话 但是呢平行的会议 对于新参加的这个成员来说是十分之 让人糊涂的 我参加2014年的这个IGF 他们来自于公共主板部门 但是呢他们不是很理解这个组织的情况 参加完HF之后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里面缺了什么东西 我们觉得好像并没有更为有效的 最为有效的 让那些第一次参会的人进行发言 我们怎么发出这样的一种信息 让那些高级别的人呢收到这样的信息 让这些信息通过他们传达出去 是十分之重要的 如果有些很好的做法的话 也应该利用这些做法 我来自于贝宁 我们呢作为一个国家也很想利用这些最佳做法 但是呢我们呢也想听一下 到底通过这些最佳做法 他们实现了什么样的成果 因此呢过去的经验是十分之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能够帮助到我们 帮助我们的农业等等 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够帮助我们ICT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 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些专门的会议 供区域进行讨论 但是啊经常呢是同样的一些人 他们的做出去性的决定 一次的又一次的 我们遇到了这些同样的问题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 开展区域间的会议 这样能让不同的区域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来看一下 就是不要开平行的这个区域讨论会议 让他们各自单一的来开会 然后呢我们可以让不同的区域进行更好的意见交换 那现在我也想要让各个参与方更好的参加平行的会议 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多的让他们的更多的参与 因为我们有语言障碍 每次呢 换语言的时候 我们得看一下是不是 语会者被提供 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口衣服 我们希望呢 大家能从这种安排当中获益 谢谢 主席说 感谢Cosie刚才的评论 现在呢 就请 Caroline Hobbs-Yanka 女士发言 谢谢主席 我是叫Granca 我是这个来自亚洲的一个民间社会团体 感谢呢 今年能有年轻人代表 这里面有三位年轻人 不是我就是其中一个 有三个人 其他两个人的名字 我现在有点发音发的不好 我们参与了G3 这个 讲习班 带有口衣服务的 我们觉得 这个在年轻人参与当中 是有一定进展的 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 已经看到了 年轻人参与的这个问题 我也有几点想法 其中一个很好的办法 一个就是 要在这个 并回家活动当中 带有活力 比如说 能力建设 如何 做好准备一遍呢 在IGF上 能够做更好的讨论 另外呢 主讲人当中也要有年轻人 所以呢 就是在 具体讨论的这些 你刚才提到的题目当中 应该让年轻人参与讨论 这样的话 你还可以寻找好的年轻主讲人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报告 我们谈到了 性别 报告 那么关于年轻人参与也应该有一个报告 机制 另外呢 我们需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呢 就是 要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年轻人参与 语会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希望当地也能够有更多年轻人参与 谢谢 谢谢 Matthew 下面是Matthew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我是来自一个叫做技术中心的组织 关于林天这个提法呢 我们已经 我们是支持的 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活动 另外我们也支持 闭会间会议 闭会间开展工作 但刚才大家提到 就是说闭会间的活动 是在把江区域和国家的IGF呢 穿成一个一条红线 那么互相联系 我们希望在2015年 全年期间都要 有这种闭会间的活动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让本地的活动者 有更多的发言权 那么我们觉得 不管 在伊斯台湾尔会议上 那个 听到了一些 虽然听到一些批评意见 但是呢 我们应该让这个活动方呢 有他们的声音 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么关于加强 产出 我们 我想呢 在就此发表一点意见 那么 我们可以在网站上寻找视频等等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另外呢 我要强调 最佳实践论坛 这个上面所取得的成果 我想指出呢 特别是拉机邮件 和这个 search的问题 非常有用 那么这种活动 这种材料啊 我们是愿意呢 对此足足贡献吧 推向前进 另外这个问题 还要 还要提出一个问题 这些报告 和这个成果 我们如何呢 把它们与这个政界进行沟通 扩大我们这个影响 我们在未来两天当中 应该就此 做出进步的讨论 谢谢 感谢Matthew 韩国 对不起 荷兰请发言 谢主席 我将很简短 因为 在这个文件当中 已经写下了很多 我要说的话 刚才发言当中提到了 要改进AGF的进程 我完全同意 大家发表的建议 我叫Alton Rahn 我是来自荷兰经纪部的 我完全支持 大家提出来的各项建议 那么我认为呢 我需要强调一下 一点 就是在闭会间的工作当中 我们应该有一个在线论坛 在IGF当中之间呢 IGF 这个之间呢 各种利益优官方 这个继续讨论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呢 讨论与互联网治理的各项问题 另外 关于零天这个问题 我们呢 注意到 从ICAN那儿呢 听到了有的意见 我们关于零天并没有任何经验 因为我们作为主办国的时候 就是聚合各种各样的利益官方来参加 讨论互联网治理方面的问题非常有用 那么我们觉得 这个问题的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组办 RGS 的 这个国家和 和区的这个会议的组办者呢 能够跟秘书处碰头讨论 做怎么来 筹备下一届的IGF 上个礼拜 从欧洲发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 因为欧洲理事会 在互联网治理进程上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强有力的支持 多利有关方的模式 同时支持呢 这个对IGF的授权进行扩展 所以呢 这个论坛在2015年之后还会继续下去 谢谢 感谢 感谢荷兰刚才的评论和非常令人鼓舞的发言 现在已经接近一点了 我们呢 在一点之前恐怕是完成不了发言清单 因此呢 我们还有一个远程参会者 另外呢 有一位已经在线发言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先听取远程发言者的发言 他还没有来得及发言 他是来自肯尼亚尼特的 感谢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要强调呢 Bianca Matthew刚才说的话 当地参与 本地参与 我的名字叫Bianca 非常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想强调呢 本地的参与 在这个 特别是 在这个互联网治理的 这个会议当中 我们 简短的讨论了 这个年轻人参与的问题 在伊斯坦巴尔会议上 年轻人很晚才参与这个会议 我们希望像巴西这样主办国 尽可能的能够吸收 年轻人参与这个进程 那么另外还要强调Bianca的意见 在伊斯坦巴尔的 这个论坛上 我们谈过了 关于 年轻人参与等等 这是 有一个 儿童在线保护 这个问题 讨论的很好 我们考虑到了 偷彻讨论的这个问题 谢谢 感谢S1的评论 建议 下一位发言者 是 苏比 这是你第二次发言了 希望你尽可能的减短 谢谢我 将尽可能的减短 我想强调 从我的这个教训当中 所讲到的一些问题 工资问题 这个多例有关方参与问题 在IGF 我们希望呢 在IGF上我们将继续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举措 有一个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跨越的障碍 比如说高级别这个专家组 希望能够有这个性别平衡 另外呢 这个希望这个主要的政府界应该参与 这是我们 如果我们根据大家的建议 在做筹划的时候 向他们发出邀请 这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区域和国家 IGF 那么让他们能够走向 走出国门 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要关注国家的举措 我们完全支持Bianca的意见 这个我们要利用资源 来加强年轻人的参与 我愿意跟所有的年轻伙伴们 站在一起 加强这个举措 谢谢 下位发言者是Jiam 好 很抱歉 没有能够参加 在伊斯坦布尔的IGF 因为呢最后 当时我被叫去参加一个峰会 尼塔峰会 但是呢 我呢在会外也关注这个会议的进程 我们呢 还需要做改进 我们可以呢 更好的把我们的信息发出 让大家了解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情况 而且呢 应该在明年以前把它作为一个重点 把我们的沟通战略 这个参与等等 这个英国政府呢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巴西会议之前 我们必须要思考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样 发出什么样的信息 不仅仅是IGF问题 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进程 比如说ICAN 还有一些技术 团体所做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 互联网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更好的 更活跃的在这方面发表意见 土耳其 土耳其大家都说主持主办的很好 我们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谢谢主席提到明年呀 我们将到海边去开会 恐怕很难集中精力开会 因为呢 我们需要呢 在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下工作 我们应该就此呢 也要做些准备 那么沟通战略 如何沟通 这个宣传 在巴西会议之前 宣传我们互联网问题的重要性 谢谢 感谢G1非常乐观的发言 同时 关于战略沟通 我们确实要做一些筹划 现在呢 就请 Tomella 来发言 Towella 对不起 我的发音可能不太好 谢谢主席 我的名字叫Torella 是来自Nepa 机构 这是我们飞盟的一个组织 我是第二年作为成员了 我要 谈两点 大家已经提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高级别会议 还有呢 零天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在这个 这种会议的参与上 开展工作 这是一种机会 让非洲国家政府参与 因为呢 这是通过沟通 我们能让更多的非洲国家参加这一节会议 另外呢 我们也有关键 在这个开幕式闭幕式会议上的发言证当中 缺少这个区域里平衡 而且呢 议程分配也不是很好 关于远程参会问题 我也同意 大家提出有必要呢 在区域 国家议题 也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鼓励远程参与 这里所遇到的 一个挑战 我个人遇到的挑战 就是把枢纽建立起来来进行远程开会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 我们对那些不能够积极参与这个空间的人 IG空间的人 怎么能够从远程参加 他了解远程参会的情况 我也同意呢 这样所提到的一点 就是远程参会啊 需要提前的这个 做好准备 而且呢 不应该把这个问题 就是仅仅限于一次会议 我完全同意土耳其政府 做出努力 这个他们对他们的认可 另外我也要注意到呢 就是在签证问题上 有些非洲国家 是这个有问题的 我们拿不到这个电子签证 这个问题得要加以解决 因为对于非洲的这个 例如官方来讲呢 由于签证 他们不能够积极参加会议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关于IGF的成果问题 主席的总结 和最佳实验论坛 这是两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对于 我们需要呢 进一步的考虑如何 更活跃的利用 国家区域渠道 来进行沟通 发出我们的信息 谢谢 注意说 TOMARA 感谢你刚才的发言 再请我们今天上午 最后一位发言者 之前 我先让Vira 简短的 说一下 他一个半小时以前 就报名想说的话 我想主要是回应一下 有几个人提到的一些问题 关于这个主要会议 当然提出的问题 我想要具体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每一个人 每一位代表吧 一再说的这个问题 这方面的称呼 我们都应该表示同意 还有呢 闭会间的会议 在IGF是要跨界的 而不是在让他再接 那么关于这个主要会议 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谈到了这一点 这个 卖狗 新成员 25个 所以呢 这个里面是很需要 做大量 6个 有关方 来自 5个区域 那么就 30个代表 此外 还应注意到 性别和地理平衡 如果 如果想把主要会议的介绍 减至一半 即15场介绍 哪怕一场介绍 是6 15到 6分钟 2到3分钟的问答 那么 还是需要 96到100分钟 这样的计算 还没有考虑到 主席介绍 和秘书处的介绍 所以 哪怕把它减少至 两小时之内 人就 会有 挑战 我的十几名的 Mac同事都觉得 在主要讨论时 会碰到这一问题 你不可能让人们 来参加主要会议 只允许他们 问2到3分钟的问题 就被迫离开 所以在主要会议方面 必须要注意到这点 现在请最后一名发言人 Sussie Hagel发言 谢谢 我叫Sussie Hagel 来自英国的 互联网基金会 我在儿童网上保护部门工作 首先 很多人对于网上保护 最佳做法表达关切 我们觉得 这个过程过于草率 设计方面有欠缺 ITU所参与编写的工作 时间非常的长 我觉得任何的最佳做法 都应 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 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工作 第二 网上保护 可能会被众人所忽视 这应该成为所有倡议的中心 三 很多人谈到青年人更多参与互联网制营 我衷心地支持这一进展 但同时应注意到网上保护的方案 需要多个利益 由官方的参与 仅动员青年人参与还不够 应确保所有相关各方都能参与 特别是一些业界人士 我觉得他们很少来参加IGF的会议 最后我想谈一个与网上保护无关的问题 我跟之前代表一样认为 IGF对于新人来说 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我之前参加过三次IGF的会议 很多时候到底是谁负责 会做什么 到底讲什么 会令人困惑 应该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新人手册 谢谢 谢谢您的建议 谢谢大家的发言 今早的会就差不多结束了 下午我会做总结 其实在听取了其他发言人的介绍之后 我注意到摩洛古 ICC Muricus 都想发言 还有场外代表想发言 把汉也要发言我们下午三点准时开会 我说的三点不是国际组织定的时间 而是瑞士时间 准时开会 您注意到了吧 我故意说国际组织没有具体挑明是哪个组织 所以三点赴会 继续工作 谢谢 祝大家用餐愉快 如果您对大楼不熟悉 请先出大楼 根据指示牌 去前台 即你领取名牌的地方 那里有餐厅 或者在周边吃饭 谢谢 下午三点见 捐助方会议的会议厅在哪里 谢谢